没答应到 臣妾永和宫答应白氏 给皇后娘娘请安 皇后娘娘万安 起来吧 赐座 谢皇后娘娘 还以为什么角色美人呢 原来也不过如此 后宫论美貌 属你第一 谁敢跟你整啊 本该早些来拜见皇后娘娘 只可惜这一直天寒大雪 直到今日才能来 只要有心意便行 日后都要朝夕相见的 你便知道大家都是好相处的 没答应 那位是惠贵妃娘娘 这位是贤妃娘娘 纯平娘娘 家贵人 宜贵人 海常在 晚答应 给各位姐姐请安 是吗 不仅咱们是好相处的 这皇上也真是心疼妹妹呀 妹妹身上穿的衣衫 是将您进贡的暖段吧 家贵人好眼力呀 不是我眼力好 只是乍一看 妹妹穿的单薄 怕你冻着 不过这暖段难得 连皇后娘娘宫里都没有呢 是吗 皇上只赏了我衣裳 赏没赏别人 我怎么会知道 皇后娘娘主张后宫简朴 你区区一个答应 穿这身衣裳 也未免太奢华了些吧 可是 皇上喜欢贫妾这么穿呢 贵妃娘娘 那贫妾 是该听皇上的 还是皇后娘娘的 万事 以皇上的心意要紧 这性子 他是不好相处的 不好相处 那不相处便是 外面雪也停了 听寒露华 你们都早些回去吧 是 臣妾告对 咱去御花园走走吧 好 看看雪景 贤妃娘娘请留步 贤妃娘娘好雅兴啊 正巧 贫妾也想去御花园中赏雪 不知可否同行 初次相见就同去赏雪 本宫怕眼中所得美景不同 话亦不投机 话语是否投机 也要说过才知 您还是让贫妾 随您同去吧 可好 好 贤妃娘娘喜欢梅花 嗯 这宫中梅花盛景 只可惜 没有少时在苏州见过的绿梅 没答应怎么知道 我们主喜欢绿梅 你也去过苏州啊 贫妾少时在苏州学艺 因为善谈乐情 才被南府从苏州买来 你不是善谈琵琶吗 贫妾本来善谈乐情 只因南府教习说 先帝喜欢琵琶 而后才改学的 这喜欢什么 忠于什么 都由别人说了算 梅大印如今正得慎宠 但听这话中语气 是还有什么委屈不遂心吗 贫妾不敢有委屈 只是哪怕如今深受圣恩 也还有飘若扶贫之感 哪里比得上贤妃娘娘 金尊玉贵 连喜欢的花 都是骨骼清奇的西式绿梅 相信之下 贫妾不过是风中的柳絮 普柳命树吧 这绿梅实在是难得 只是凡事过于清奇 便不能久容于世 你说是不是啊贤妃 给贵妃娘娘请安 给贵妃娘娘请安 事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原来说的就是没答应啊 再相见贵妃娘娘 娇容华贵 风姿依旧啊 这么会说话 你们南府怎么没选你去唱曲 就选你去弹琵琶呀 还没问妹妹归名呢 贫妾姓白 名蕊姬 白蕊姬 蕊姬 一听就是个好名字啊 像是贡人 观赏取乐的 命里注定的缘分 能够皇上一时之乐 便是贫妾的无上福责了 别以为皇上封你为答应 你就能飞上枝头了 就你那首琵琶弹的 皇上就是闲时 当个麻雀鸡渣听个笑话罢了 还真当自己是凤凰青蹄吗 贫妾自知琵琶记忆不如贵妃娘娘 资容更是难比 但贵妃娘娘想过没有 皇上为什么放着您一手琵琶绝技不听 只喜欢贫妾这些不入流的微末功夫啊 还不是你狐媚勾引 使尽了下作的手段 贫妾能有什么手段勾引皇上 不过是年轻几岁罢了 这岁月匆匆不饶人呢 大胆 没答应 在贵妃和本宫面前 不得无礼犯伤 贤妃娘娘别痴心 岁月怎舍得博待了您 凭借说的是谁 那人心里自然清楚 主儿 双戏你还愣着干吗 上去给本宫掌她的嘴 主儿 贵妃娘娘 白氏刚通答应不懂规矩 若现在即刻则罚 要是皇上知道了 怕是会有不悦之意 她是皇上清风的答应 本宫是皇上清风的贵妃 云里之别 何况她敢冒犯本宫 双戏 还愣着干吗 打 静儿 秦贵妃息怒 贵妃 你也是褒衣出身 伺候皇上得了台妻之容 你贫妾 又有什么两样 你竟然如此不知死活 双戏 打呀 静儿 你打了 贵妃娘娘 算了吧 皇后娘娘驾到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 本宫去协方殿探室 才走到这儿 就听到你们喧哗吵 毫无体统 这里是宫中御员 不是你们自家的刑场 皇后娘娘息怒 娘娘有所不知 没答应 出言狂妄 她不仅讥辞臣妾是褒衣出身 还说 还说臣妾人老珠黄 皇后娘娘明见 臣妾是说过贵妃娘娘出身褒衣 但正因为她出身褒衣 才会有今天的柔虫 这话并没有错啊 臣妾并没有说过人老珠黄这四个字 臣妾只是感叹 岁月匆匆罢了 皇后娘娘若是不信 大可以问一问贤妃 你们都先起来吧 贤妃 你来说 梅大印是出言不逊 但是人老珠黄四个字 确实没有说过 虽然没有说过这四个字 但的的确确就是这个意思 言语误解也是有的 没答应不知理 贵妃替本宫约束嫔妃也是应该的 既然嘴也长了 都罢了吧 是 皇后娘娘 臣妾的确言语有过 但是贵妃气急败坏便叫人掌嘴 臣妾心事皇上不久便损伤了容颜 若皇上问起 臣妾不敢不答呀 两相争执就是彼此间都有错 贵妃出手是重了一些 但是你言语犯上何该受罚 你若是再生事 本宫也不会宽幼 贵妃 这件事情你未曾参与 就由你送梅答应回去 你也好好劝解她几句 是啊 臣妾告退 没答应未曾行礼就离开 不合理数